昨天早上如果你有搭全灣線列車的話 真是險過剃頭 早上9點30分左右一列去中環方向的列車 駛入油麻地站月台時 車長聽到巨響於是停車 當時已經有兩卡車駛入月台 車長發現有車門移了位 所以就要啟動緊急程序疏散乘客 一共有750個乘客需要疏散 當中有600個大部份人是經油麻地月台離開 不過其餘有150人就像災難片一樣 要經車尾的那裡緊急出口斜道 沿著這條路軌經隧道走回頭路 走回旺角站離開 幸好這次事件沒有傷亡事故 只有兩名乘客不惜其中一人需要送院治理 途步在車軌走回150人的這條疏散路線 是跟觀塘線和全灣線相交的 那是否代表乘客在那裡走走時 有機會跟列車相撞的風險呢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風險的話 當時車長的安排是否合適呢 這一點我想都應該要調查清楚才好 無論如何都好 根據港鐵內部的指引 車務常規程序搜查 港鐵職員至少都要有責任 照明路線讓人走走 但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地鐵沒有為乘客照明路線 根據受影響的市民提供的照片 事發時車尾緊急出口打開 大批乘客走落軌 但管道未見有亮燈 有人還要用手機的電筒來照明 亦沒有看到地鐵有職員 有提供任何協助 如果真的在一個非常緊急的情況下 例如車有火警 職員未必趕及 都是能夠理解的 但現在的情況又不是這樣 況且已經有600個乘客 可以經月台離開 為何車長還建議他們 由緊急出口離開 而且還要在沒有職員協助下離開 乘客逃生時 真的有走錯路的風險 雖然基本上 頭尾兩個站的列車 已經停止了行駛 以防有列車進入區域 港鐵說車尾緊急出口斜度設計的目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在緊急時讓乘客安全離開車廂 這樣用法 又是消防局 事後確保了有關的範圍 沒有乘客留下 港鐵重申 車尾緊急出口 是屬於正常設計安全疏散的途徑 這點我明白 但我認為他們無論如何都要作出一些交代 昨天在這種情況下疏散 是否最適合 不過幸運的是昨天是星期日 如果這次事件在繁忙時間 上班時發生 可能會讓人更加嚴重的效果 對大家的影響更加大 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昨天全彎線的服務是受到阻礙的 來往禮景站去到佐敦站的服務 是需要暫停 今天才回復正常 列車為何會出軌的 有好幾個可能 包括車輪有問題 或者路軌有問題 列車兩邊的車輪內側是突出來了 作用是頂著路軌 令列車轉彎時 車輪不會脫離路軌 但如果車輪壞了 就有可能出軌 不過這次涉事的路段是直路 不需要絕滑 另一個令列車出軌的原因 就是外來的物件導致出軌 在路軌旁邊有一些金屬的物件 是甚麼呢 離不開是燈箱 訊號系統的設施 電纜的支架 月台的門框 以及一些保護通氣封口的罩 港鐵經初步調查發現 列車在和路軌 側根的金屬結構裝置發生了碰撞 導致列車的轉向架偏離了 而產生這次的事故 港鐵這句說法 就是排除列車本身或是路軌有問題 就是因為外物和列車碰撞而出軌 而這個外物港鐵今日的交代 就是一個通風器的保護罩 剛才提及的轉向架究竟是甚麼呢 轉向架就好像是列車底盤的車輪裝置一樣 每一卡車是有兩個轉向架的 每個轉向架就有四個車輪 一個轉向架偏離了路軌而導致 當時兩卡車廂已經入了站 這次事件雖然很罕見 但我們大家搭港鐵的時候 無論你有多累都好 千萬不要用身體挨著車門 如果不是的話 後果就真的不堪設想 幸好這件事發生在星期日 車廂裏面不是太多人 不過無論多少人多擠迫都好 智雲中谷大家千萬不要用身體挨著車門 根據港鐵中期報告和連報 截至今年上半年 港鐵已經出現過四宗 由港鐵可以控制的因素之下 導致31分鐘或以上的營誤 去年出現了16宗 2020年出現了8宗 2019年有10宗 根據現時票價調整機制下的 服務表現安排 如果列車服務延誤 包括港鐵公司控制範圍內 因為機件故障 或人為因素導致的服務延誤和暫停 港鐵需要因應延誤的時間 撥出相應金額到到票價優惠 昨日事故為例 列車服務延誤了12小時以上 港鐵需要撥款最高的上限金額 2千萬票價優惠 應該是走不掉的 蓋港鐵在2017年完成第二次票價調整機制檢討後 正好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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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sed 和政府就票價調整機制在諮詢 諮詢期一直到下個月的19日 今次的諮詢涉及港鐵罰款的內容比較少 但發生今次的事後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較為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目前的罰款金額對港鐵究竟是否夠了客力 在港鐵票價調整機制當中 是否應該加重下一類港鐵的服務表現呢? 如果大家有意見 就應該值這個機會提出 預計明年第一季會完成檢討及實施建議 昨天對港鐵來說 真是被形容為最克制的一天 除此重大事故之外 港鐵柴灣站連接大堂和月台的上行扶手電梯 又是在昨天早上大約11時8時發生了一個炒梯意外 職員發現扶手梯部分的梯梳和梯級受到損害 相信有一件屬於乘客的衣物 洩了進去的梯級之間 職員結果需要遺風扶手梯 又要安排工程人員和承辦商調查和維修 這個在雞前入尖沙咀站意外之後一連兩日發生的同類事件 希望他的黑仔日子快點過去 因為會影響每個香港人 現在益智雲有禮的時間 第一份為大家準備的禮物 即將公演的舞台劇 《神探福爾·自摩斯》入場圈的有位 《神探福爾·自摩斯》的劇本 是改編至本地我們香港的小說家 莫里斯·摩里斯的同文小說作品 這個小說是以英國偵探故事大師 阿瑟·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 《Canon of Sherlock Holmes》為藍本 而創作的致敬作品 他在創作《神探福爾·自摩斯》的時候 不僅加入了武俠元素 還將故事的情節和香港的歷史互相扣連 這個故事是以十九世紀末的香港作為時代背景 本書裡有很多掌固和對舊香港風情的描述 原意、緊張、刺激之餘 還有不少老香港的情懷 他們都請我以Margaret的身份 跟他們拍出一段宣傳片 我已經覺得非常好玩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的話 請快點在以下說明Description欄目 按一按購票連結 記住輸入優惠碼 Stevenfans 30 off 買A區360元的門票的朋友 可以獲得七折的優惠 而頭三十位購票的智雲頻道的朋友 只要買兩張或以上的門票 到演出當天 你看節目當天在場地上 向前台的人員出示你的手機 告訴他們 我已經是智雲頻道的subscriber 他們就會為你準備好一份精美的紀念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喜歡這個安排 第二份禮物就是 貴完美的養生強體 即飲湯包 天氣轉涼了 天氣開始乾燥 這些湯包是最適合這個時候飲用的 加熱三至兩分鐘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了 絕對沒有添加微精、沒有防腐劑、沒有人造色素 也沒有額外添加鹽 採用高溫高壓滅菌技術製成 可以常溫保存 養生強體湯包的功效很多 大家快點行動 湯包送完即止 除了可以得到湯包之外 當然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一次免費的療程服務 快點按貴完美的連結 給我們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到你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湯包究竟有甚麼好處 都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繁忙 要自己煮一口湯水來喝一下 多難 不過不要緊 桂圓美有新的產品推出 桂圓美除了幫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內在美也照顧 他們有五種的湯包 健脾、健肺、補腦、去痰、保護喉嚨 各式其式各樣都有 這些湯包沒有味精也沒有鹽 相當健康 而重點就是 只要將它們放在熱水裏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也想買的話 很容易 上你HAE Shop網購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發在生的中心 或者是桂圓美的中心 整個頭 護理一下頭髮 再買一些湯包回家喝也可以 好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